嗨,大家好,你们好吗? 今天呢,我们的小故事是这样的 小明洗澡时,不小心吞下了一小块肥皂 他的妈妈慌慌张张的打电话给医生求助 医生说,我现在还有几个病人在 可能要半小时后才能赶过去 小明的妈妈说,在你来之前,我该做什么? 医生说,给小明喝一杯白开水 然后用力跳一跳 你就可以让小明用嘴巴吹泡泡消磨时间了 怎么样,听懂了吗? 没问题,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词语 洗澡 洗澡 吞 吞 肥皂 肥皂 慌慌张张 慌慌张张张 白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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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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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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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磨时间 消磨时间 小明 小明 小明呢,是一个名字 呃,洗澡时 洗澡时,就是洗澡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怎么了 不小心 不小心 不小心吞下了 吞下了 一小块肥皂 她不小心吞下了一小块肥皂 她的妈妈很慌张 所以她妈妈慌慌张张的 给 给谁 给医生 给医生 打电话 求助 求助的意思呢,就是请求帮助 请求这个医生的帮助 所以医生说 我现在还有几个病人在 就是 我现在呢 很忙 因为还有几个病人在 可能 要半个小时以后 什么时候 半个小时以后 才能赶过去 就是 她要半个小时以后 才能去小明的家 所以呢 小明的妈妈说 在你来之前 我该做什么 在你来我家之前 我该做什么呢 医生告诉她 她说 你给小明喝一杯 喝一杯什么 白开水 然后呢 然后 then 然后呢 用力跳一跳 你就可以让小明 让小明做什么呢 用嘴巴吹泡泡 用嘴巴吹泡泡 消磨时间了 怎么样 大家听懂了没有 现在我们再来听一遍吧 小明洗澡时 不小心 吞下了 一小块肥皂 她的妈妈 慌慌张张的 给医生打电话求助 医生说 我现在还有几个病人在 可能要半个小时以后 才能赶过去 小明的妈妈说 在你来之前 我该做什么 医生说 你给小明喝一杯白开水 然后用力跳一跳 你就可以让小明 用嘴巴吹泡泡 消磨时间了 第一个问题 小明怎么了 第二个问题 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知道答案 请在下面写评论 或者给我发邮件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 我们下周见 再见 下周见 再见 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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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见